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之所以大护法就是说明他心中有佛 因为他们有正能量 所以他们才能护持观世英菩萨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现在网上有通灵人借着师父的法身的名义 给同修结缘所谓开光的山水化和菩萨像 有同修梦到观地菩萨对此事非常生气 说那位通灵人完明不顾 多次提醒他还屡次不改 身体已经开始有果报出现 还不悬崖勒马 在这样下去就无药可救了 为什么他能通灵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造下了严重的罪业 即将万劫不复 你讲的完全正确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是魔性在生 他是假通灵 他假装把卢台长这么好的名誉 他就这么做了 他说卢台长在我身上 听得懂吗 他骗人 骗鬼 骗天 骗地 护法神已经惩罚他了 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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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地